一台台挖土机将博游路面给挖起 工作人员纷纷戴上安全帽 穿着仿光背心 关心工程进度 这条长达270公尺的路面 正要进行改善工程 这里是左营区皮北里的一名巷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巷子一旁 就是知名的一级古迹 但这条小巷子路面年久失修 不但窄小而且相当不平整 常常造成居民进出与行走上的不便 如今过了30年终于能够重铺路面 从上千呼万缓使出来了 有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争取 这条马路已经很多年很多年 没有重新翻修了 原本本来就是太旧换新 更可怕的还是我们巷子里面 更多坑坑洞洞 这边的平均的年龄都70多岁了 老人家走这条路非常危险 是北北里唯一的南北的出路口 这个居民有400多户 将近1000多人 所以出路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路已经多年未修复 那我们希望这个今天把它完成 里长指出几次跟军方反应 但考量到经费等相关问题 想要重铺也相当不容易 但是这个里内的长者非常多 四年来里长不断与当地区长议员共同努力 也向高雄市长陈奇迈陈勤 希望市府能够顾及到这个老旧的卷村 那这条路修好之后 我们的老人家走在马路上有十分的安全感 又美观 而且更可怕的 这边是属于一级补群 很多外民来参观的 看这边房子老旧 这边土地怎么这样子 高雄市议员李亚芬 在百忙之中也到场关心状况 希望市府能够加速脚步 除了外城墙之外 也要注意到城墙内的市民 虽然来得有点晚 但是毕竟有机会做了 我们非常的开心 争取了大概四年多 未来不只在这条博右路上 还有整个停车场 包括烂站缸里面会全部一并解决 希望未来市府不只说 在整个旧城的建成计划 把外面城墙修得非常好 但是也一定要来注意到 我们城墙内所有居民的生活 等待了这么久 终于将凹凸不平的路面重新翻修 也让李明回家的路更加安全 记者郑光沛庄树亭高雄采访报道